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木子虚,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人到中年,不要请一大群人吃饭 来自不如一粗食,让我们一起来听 独木不成林,双木是林 双木是森林 人生在世,一出生就有亲戚 长大的路上会结交那么几个朋友 还会遇到同学,同事等等 哪有人真的会一直独来独往 总得学会群处 人到中年的时候 多个熟人,多瞧路 因而就有了请客吃饭的习惯 一群人推背换展 热闹之时增加了人脉资源 就能够促成合作 想法很好 但是现实不太好 总是给我们狠狠的教训 通过总结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请几个人吃饭可以 但是不要请一大群人吃饭 原因很简单 一 人多了 社交内耗就来了 在电视剧张卫国的夏天里 有一次扎心的聚餐 在剧团里混的张卫国 骑着自行车去参加老熟人聚会 一进酒店的门 就被保安拦住了 要不是开豪车的师兄 及时出面 他都不知怎么办才好 到了饭店 有人问 卫国 你是做啥工作的呢 张卫国爱面子说 在单位搞后勤 旁边有人马上反驳 修道具 就说修道具 入座的时候 有钱有势的林胡年 做主位 其他人都抢着坐他旁边 有这样一段话 人最孤独的时候 不是独自走路 而是走在人群里 却感到一丝丝寒意 你以为人多势众 若是有了内耗 还不如一个人的力量 那么大 周围人 都会拉着你 让你浑身使不上劲 请一大群人吃饭 就体现了乌合之众 而不是汇聚人脉资源 要看清以下几点 一是朋友的朋友 不等于朋友 你在不同地方结交的人 不要混为一谈 大家不熟 也玩不到一块去 二是人越多 三观越乱 就像几十个层次的人 在互相抬杠一样 三是有人会攀高踩低 你也无法照顾到所有人 当有权有势的人 在饭局上 得到了虚荣性的满足之后 碌碌无为的人 就会被冷落 从而记住了这顿饭 带来的仇恨 你作为东道主 花钱请客 结果得罪了人 消耗了关系 这是可悲的结局 二酒多了 场面就把握不住了 俗话说 无酒不成席 可是你有多大的酒量呢 陪客喝酒一圈下来 你还能保持清醒吗 若是你不能敬酒一圈 又采用什么方法 来满足大家的期待呢 若是结婚喜宴 有几十桌人 你稍微喝一点 表示尊重 大家会理解你 但是你请三四桌 亲戚朋友 句一句 你不喝一杯 这是不会得到理解的 更可怕的是 人多了 总会有人来世 你无法控制局面 导致有人喝醉 有人醉酒开车 那就变成了惹麻烦了 下面来说一次我的真实经历 在省城 我遇到了做生意的老朋友老张 两个人约定 小聚一次 没想到老张 喊来了十几个一起混的朋友 有人借助酒精的作用 拿来了大酒杯 很快 饭局上有三个人喝醉了 喝醉了就休息 事情也好办 可是有人不愿意 非得安排大家去唱歌 夜里十一点 朋友老里的妻子 气势汹汹地跑到歌舞厅 拉着老里就走 回头说了一句 他又是有三长两短 你们没完 局面顿时就冷了下来 酒也醒了一半 据作家莎士比亚说过 宴会上若没有主人的殷勤招待 那就不是在请酒 而是在卖酒 这倒不如待在自己家里 吃顿饭来的舒服 喝酒是客套 但是喝不了是现实 左右为难之间 我们还不如少请一些人 慢慢喝酒 甚至尊重大家的习惯 以茶代酒 局面的可控制 是每个请客吃饭的人 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要等恶果出现了 才懊恼不已 三 学会交思情 是中年人应有的智慧 很喜欢一句话 人就像一个陀螺 擦肩而过的人越多 赚得越洒脱 只怕之后 无法控制旋转的惯性 遇见了谁 又是习惯性的错过 在微信群里 很多人会保持安静 若是有什么事情 就马上和某个人私聊 你的亲戚朋友很多 但是你遇到什么事情 就精准地寻找某种关系 事情办理得更加稳妥 你要是群发消息 反而没有人搭理你 若是提建议的人很多 事情就乱套了 竹林期闲中 有几个人喜欢喝酒 因此他们常常组织饭局 鸡康被害之后 儿子跟着山涛一起过日子 山涛对鸡康的儿子 势如己出 留下了一段佳话 七个人的圈子真的不大 但是感情很争执 彼此也照顾得过来 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50定律告诉我们 能够长期交往的人 也就一百多个 若是彼此帮助的人 也就二十来个 人越多 你越记不住 人到中年 孝顺几个长辈 有三无知己 就着实很幸运了 不要把太多的人 请到饭局 参与你的人生 学会选择性社交 真的很重要 自己做东 要想一想吃饭的理由 把相关的人请过来 无关的人就别来了 若是人品好 不肯帮忙的人 关系再熟 都要舍去 别人做东 你要问一问 是什么情况 看看自己 有没有必要参与 适当拒绝 也不是不行 千万不要随喊随道 很多人失去了快乐 不是吃不好喝不好 而是吃出了烦恼 喝出了痛苦 真正的缘分 是一边遇见 一边再见 圈子小一些 人心近一些 翻在香一些 难道 这不是我们大家都想要的生活吗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耐心聆听